我們這次會講到的主題是講到 就是不要論斷人和善待人 我是回應一個人的要求 他的要求就是他發覺他在教會裡面 有些人很容易會批評牧師 就很容易要求他很多東西 就令到他有壓力 在這裡我想講一下 我們怎樣有動力不要去論斷人 因為論斷人的人必備論斷 所以我們就求主幫我們知道 我們論斷人其實是很蠢的 因為神會論斷我們 神會追討我們的時候是很嚴重的 好,這個經文 阿兵你讀好嗎? 好 OK,你讀吧 老家福音六章三十七節 你們不要壟斷人就不被壟斷 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你們要遙書人就必無遙書 三十八節 你們要吸人就必有吸你們的 並且用十足的聲斗 連搖大岸上尖下流的 倒在你們懷裡 因為你們用什麽良氣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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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良氣 良吸人 也必用什麽良氣 良吸你們 Amen 好 OK 好 非常好 那 就 希望我們看到神的話語是很認真去看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發現很多人對於神的話語是不太認真的 就是覺得好像耳邊峰那樣 就是聽了不會覺得說我一定要遵從 就是有時候就會 不是很認真去跟從神的話語 那如果我們認真去跟從神的話語呢 就是這次這個經文那樣 就是我們很認真去看的時候呢 是會令到人不敢去論斷人啊 不敢去批評人啊 那這個經文就說什麽呢 也都這個經文也都說到呢 我們祝福人的時候 神怎麽祝福我們 那你們不要論斷人 就不被論斷 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你們要遙書人就必蒙遙書 那這個講到呢 就是說呢 當我們論斷人的時候呢 就是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 那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我們論斷人就被論斷了 論斷就是judge 就是說呢 判斷為有罪 就是說呢 神就會說 你論斷人 你是有罪 就是我們可能看到別人的罪 但是神就說 你論斷人呢 我也都看下你的罪 譬如其實是同一個罪而已 就是任何的罪 譬如我們說別人不盡責 那我們是不是各個盡責呢 或者我們說別人不夠熱心 那我們又是不是很熱心呢 其實當我們去看我們生命的時候呢 如果神要追討的時候呢 其實沒有人會站得住的 所以我們知道呢 就是論斷人 就是非常之嚴重 那如果最嚴重的就像聖經所說的 你不饒恕人的禍犯 天父都不饒恕你的禍犯 那很嚴重的 就是不饒恕 就是說不得救 那所以我們聽到之後呢 我們就說神啊 千萬不要叫我們不得救 因為真的可以不得救的 那有一個經歷呢 可以作為參考的 有一個非洲的牧師 那首先呢 這個見證在哪裡聽到呢 就是在布永康啊 布永康呢 在非洲他是做很多報導工作的 那現在已經釋怒歸主的了 那布永康呢 就曾經邀請了一個非洲牧師作見證 那這個非洲牧師呢 是傳導很多年的 那但是呢 他有一次的經歷呢 就是這樣的 他呢就 他太太呢 就是他跟太太很大的爭執 跟著他太太就很生氣 就蓋了他一巴掌 那在非洲人來說呢 他們對於女性的看法呢 是不同很多國家的 就是他們會看輕女性啊 那當這個丈夫呢 看到那個太太呢 蓋了他一巴掌之後呢 他是非常之憤怒 他幾天都不理他啊 就是 不肯搖書他 那然後呢 就有一件事發生啊 就是他發生交通意外 跟著呢就 在那個途中 在救傷車的途中呢 他就跟著呢就死了 那他死了呢 那這個人呢 其實他的見證呢 也都放了在一個 放了在一個 DVD那裡 講到去天堂的 那不過他講去地獄的那部分呢 就有一句說話呢 就沒有放到在那個 看一下 好像有的 也有放在那裡的 那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那他去到天堂呢 就覺得很好啦 就 他呢就 看到很多人在那裡敬拜神 很開心啦 那然後呢 他呢 嗯 聽到周圍都有一些 就是 讚美的聲音 但是他看不到人喔 那條路走的時候 那他就不知道在那裡來 那後來呢 他就發覺原來那些花 那些花呢 都在那裡讚美神啊 就發出一些 讚美神的聲音 那他覺得很好啊 那他就 看完這之後呢 天使呢就帶了他下去地獄那裡 下去地獄的時候呢 他看到很多人在地獄裡面啦 那還有呢 甚至看到有些基督徒在地獄裡面喔 因為他們呢 是 就是有 講到有些呢 甚至有牧師呢 他因為 偷錢啊 在教會裡面偷錢 結果他是下了地獄的 那這個 哇就是 就是有些人就會覺得 哇犯罪不要緊要啊 但是譬如在 加拉泰書第五章 那裡呢就講到說 啊 就是有各樣的罪啊 的人呢 不能承受神的國 就是 比如說 淫煉啊 污衛啊 邪情惡辱啊 啊 疾度啊 紛爭啊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疾度啊 有疾度啊 紛爭啊 這些人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啊 就是講得很嚴重啊 就是不能夠承受神的國 只是上不了天堂 好啦 那這個呢就是 就是 在聖經所講到的警告啊 就是說 我們在罪中可以 不能夠的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有些就是他們 會偷了教會錢 跟著呢 他是不能夠的 好啦 那這個呢就是 啊 啊 啊 一個情況啦 跟著他 就是他看到那些人在那裡 在地獄裡面 跟著呢 那天使跟他說 他說 如果你今天 你的生命策呢 是今天呢 是刪了 就是說你今天死了呢 你是 要留在那裡 那他說 哇 怎麼搞錯啊 怎麼會啊 我傳道傳了這麼多年啊 那天使就拿出聖經來 就說到就是 你不搖說人的過範 天父都不搖說你 就說到他呢 這幾天都不肯搖說他太太啊 那這個 不過 那天使就跟他說 神給你恩典 神呢 就 今天沒有 要你 就是 給你時間回到地上 那所以呢 你仍有機會 那當他回回去的時候呢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 我剛才說的 就是之前的部分呢 就是在 在 那個DVD有說的 就是我曾經買過這個DVD 講到去天堂 這樣的經歷的 那但是呢 就有 另一部分呢 就是 就是沒有說到的 就是呢 當他後來回到地上的時候呢 他就說給那些人聽 說 哇 我去到地獄那裏呢 那天使說呢 如果你今天你的生命拆在關了呢 你今天就會留在這裏啊 那他 講完之後呢 你猜那些人怎麼反應呢 哇 每個人都很害怕啊 就是說 哇 是真的 真的 不能承受神的過 真的 天父都不搖書的過範的 就是當我們不搖書人的過範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人呢 他們就覺得 不要緊要的 這些 就是 我們都是信耶穌 信耶穌 信耶穌不是什麼的罪都赦免啦 但是呢 他繼續 不搖書人喔 就覺得呢 不要緊要的 但是其實呢 就是 人 繼續在罪中呢 可以就是說 是 影響他和神的關係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我們 我們人來說呢 我不能夠判斷啊 比如 有個人 他某程度上 不搖書人 他說 牧師有些什麼不好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去地獄呢 我不 因為我不是神啊 我不可以去判斷 不過我告訴他 聖經是我說的 你論斷人的時候 你就會被論斷 被論斷呢 你的罪要在神面前追討的時候呢 你呢 就是 可以不得的 有人還沒關過咪 有人還沒關過咪 請你關過咪 這樣呢 當我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 就是很認真地看這件事 哇原來 真的 真的呢 我們描書人的時候 真的可以是 那個人是不被搖書的 真的可以不得救的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聽完之後呢 就不會覺得 好像 這件事是不關我的事的 是希望大家知道呢 是關我的事的 是關每一個人的事的 那所以這裡講到呢 就是說我們 如果定人的罪 就是隨意這樣去批評人 批評牧師 其實批評牧師是更加嚴重的 如果我們是 發覺牧師有些地方做得不好 我們可以跟他講的 就不是背後批評他 講的時候也不會用定罪的心態 而只是呢 就說我 我有個提議 我都希望牧師會留意 還有一個平和的心態 不是帶著憤怒 那什麼情況叫做定罪呢 就是怎樣叫定罪呢 怎樣叫做不是定罪呢 就是提議 是不是就是定罪 又不是定罪呢 或者有時候同工都要討論的 就是譬如要幫助一個教友 怎樣幫助法呢 那這件事都是我們需要做的 那怎樣叫做定罪 怎樣叫做定罪呢 那定罪的意思呢 就是說 會批評人 就是那個心態呢 就是說 你是 神是會定你的罪的 你是 這個問題很嚴重的 我不能夠搖說你 我要追討你所做的事 就是我追討你所做的事 這個就是 不搖說了 就是說我覺得你做的事很嚴重 我不能夠搖說你 或者是 這個心態上 會看小這個人 會 會抗拒這個人 排斥這個人 也都不能夠善待他 不能夠去祝福他 不能夠去為他 去報告啊 這些就是 就是說一個人沒有搖說人的跡象 所以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真心去搖說人 因為不搖說人 可以不蒙搖說的 那好了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都留意一下自己 其實我們搖說都有不同程度 高度的搖說是能夠做到什麼呢 高度的搖說是能夠去 就是 去善待這個人 是真的對他好啊 為他祝福他 關心他 是 有時候有些人 他那個搖說 就只要去到什麼位呢 只是緊緊搖說 我們求主幫我們 就不是緊緊搖說 而是 就是 就是說 其實我們個個都有罪的 我們呢 是 需要去 我們全心的放下他的罪 不要讓他影響 我不要介意 我去善待他 祝福他 這個就是搖說 但是呢 有時候有些人 他會 心裏面 還是 他說 我搖說了 不過心裏面 還是 含有憤怒 對這個人含有憤怒 那時候 他就不是真的搖說的 他還是帶著憤怒的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你幫我們 不是帶著憤怒 是帶著祝福人的心態 帶著呢 是 想令到這個人呢 他的生命是得福的 想令到這個人呢 是 得到幫助的 譬如說 同工 我們去討論 一個人 同工有時候需要討論的 譬如有個教友 他有些生命的問題 那我們不是黑了眼 不理他的問題 我們需要處理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怎樣才是 叫做 不是論斷他這樣去處理呢 就是在處理的時候呢 不是去生氣他 不是去判斷他 覺得他這個人沒有希望啊 因為這件事是神去判斷 我們只是呢 我們盡力去幫這個人 盡力去善待這個人 想這個人好 祝福他 祝福他 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心態是祝福他 而不饒恕的心態呢 就是 就是排斥他 不 抗拒他 不給機會給他 那這個呢 就可以是很嚴重的 也都 也都破壞人際關係 和破壞教會的關係的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呢 我們就說神啊 你幫我們 不要去論斷人 也都可以搖書人 那我們就必蒙搖書了 好了 接著第38節 繼續說到呢 就是你們要吸人 其實這裡呢 翻譯是錯了的 是吸 你們要吸 就必有吸你們的 那就沒有人字的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包括 奉獻和幫助人的 就是說我們 金心樂意奉獻和幫助人呢 就必有吸你們的 神就會給你 就是神 我應該沒有用來給你 神會給你的 神會祝福你的 我們奉獻的時候就不要說 就不要說 我這次奉獻了這麼多錢 神你給我幾倍 就是我們不要這樣的心態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呢 會在一些聚會呢 會這樣鼓勵人去奉獻 你欠很多錢呢 你就現在奉獻了 你奉獻了之後呢 神就會加倍給你 那些人呢 那個奉獻心態就說 好啦 我想得到加倍 因為我有很多債務要償還 所以我就 我就奉獻 看看神什麼時候給我 這種心態是不好的 就是我們不應該想著 給我 但是我們就甘心樂意 憑信心 如果一個人就說 神啊 你是祝福人的 我就信靠你 我信靠你 你會祝福我 你會供應我的需要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去奉獻呢 這樣是對的 沒錯的 但是如果他就是說 神啊 我給了你之後 麻煩你給我幾倍給我 這個呢 就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 去要求神 你一定要給我幾倍給我 我們應該是 甘心樂意 感恩的奉獻 神是喜悅的 神是會祝福的 那現在聖經形容 是當我們甘心樂意奉獻 和幫助人 幫助人呢 其實也都是包括善待人 即是我們會善待一個人 對他好 善待一個人對他好 即是跟他講好的話 說柔和對他呢 那就 總之凡事都是對人好呢 那就 必有給你們的 並且用十足的聖斗 即是神會稱到很十足 神會稱很多給你 連搖帶岸 即是好像給一些穀物 一邊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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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你們懷侶 因為你用什麼良氣良給人 也必用什麼良氣良給你們 就是你用什麼良氣 譬如你給人 只是好像用一個小匙給人 神會用一個小匙給你 但是你是很慷慨 很樂意祝福人 幫助人的時候 神會用一個很慷慨的方法 去祝福你 所以這個經文是鼓勵我們就是說 如果我們發覺我們對人有尖酸黑薄 有批判 有論斷他 看少他 或者是給壓力 其實我們不需要給壓力人的 因為我們可以鼓勵他 你這樣做 神就歡喜 這個是鼓勵 有些人以為說 你祈禱多些 這個不是鼓勵 這個是提醒 這個提醒不是錯的 什麼是錯呢 壓力 你要這樣做 你不做這樣不行的 當然這樣說法 就不是代表不搖書的 不過只是他被人壓力 就是說你一定要這樣做 你一定要這樣做 反而我們可以怎樣說呢 我們說 當你親近神 神就歡喜 神就祝福你的 當你信靠祂 祂是喜悅你的 祂就會祝福你的 這個就是用恩典推動他 就是你做神所欺語的事 神必定歡喜 神必定祝福你的 人就會得到鼓勵 鼓勵就是帶著欣賞的 還有給他有資源 有幫助的 就是說我會幫助你 神會幫助你 神會加力給你 神會欣賞你所做的一切 這個就會令到人的心 願意樂意去改變 就不是用一種壓力的方式 或者是用批判的方式 有些人批判的方式 就說 你看你做得這樣 你還不快些改 這個就是批判的方式 我們最好就不是用批判的方式 是用一個 講出神的恩典 神看重你的 神欣賞你的 神很想祝福你的 神想提升你的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神是歡喜的 神會大大的私恩給你 我也可以 早前的時候 姐妹說出那個情況 就是說他們有批評牧師 我就鼓勵 可以這樣跟他們說 你看到有些什麼地方 牧師可以改善的 你就可以跟他提議 你可以說牧師 我想有些這樣的提議 你會考慮嗎 我們提議的時候 我們都不要強迫人 一定要跟從 就是我們提議他 去留意這件事情 就不是去批判 不是一直說他什麼不好 還有不要向第三者去說 因為你跟牧師之間 你不是跟牧師說 就不用跟別人說的 但是人就很喜歡 找別人說的 為什麼呢 因為跟那個人說 好像害怕得罪他 他又不喜歡 自己又不喜歡 自己又害怕 所以很多人就不敢正義的說 我們學習就是 正義的用一個柔和的心 聖經是多處說到這件事情 馬太十八章那裡說到 如果人得罪你的時候 你是趁著 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你去指出他的罪 去跟他說的 就不是去 就是不是去 背後說 不是去把這件事情宣揚出來 這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所以這個經文這次提醒我們 所有的論斷 遙書人 批判 這些都要放下 因為如果不放下的時候 神是可以批判我們 神可以定我們的罪 所以我們就說 神求你赦免我們的罪 幫助我們 有一個 對人有一個寬容的心 因為神你怎樣 遙書我們 我們都怎樣遙書別人 就好像 耶穌講的一個比喻 有一個人欠一個主人 一千萬兩銀子 是很多很多錢 他幾世都還不到 但是主人免了他的債 誰知道他出去 有人欠他十兩銀子 他就抓住他 就抓了他坐牢 後來主人就抓這個人回來了 這個就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欠神很多 所以我們神 赦免我們這麼多的罪 我們就祝福人 去遙書人 就不要去亭人的罪 神就喜悅了 所以凡是說出人的不好的事 我們留意 是跟他正面講 也都用柔和的方法講 那就最好用提議的方法 如果一個人真的不夠膽去講 他可以寫 有時候是可以講給牧師的 譬如說這樣 就是請牧師去處理 譬如說有一個人 他看到教友有些問題 他自己又不懂得去講 或者他沒有膽量去講 在這樣的情況 他是可以跟牧師講的 等牧師去處理 OK 好 我講了今天這個經文和應用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一起祈禱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美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 你赦免我們很多的罪 我們其實每天都有得罪你 但是人家得罪我的次數 不是這麼多的 人家不會每天都得罪我們的 我們就想到我們得罪神真的很多 就好像那個比喻講到一千萬兩人 但是人家欠我們並不是這麼多 因為人家不會每天都得罪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有一個寬容人的心 善待人的心去饒恕人 不要論斷人去祝福人 讓我們的心平穩安靜 有喜樂有平安有力量 不被人影響 靠著耶穌得勝 神就喜悅了 並且我們不單是饒恕人 我們都善待人 我們一方面就是奉獻 奉獻給神 另一方面就是吸人 對人有幫助 無論在他需要的事上 有時在他真的很需要金錢的時候 我們都在金錢上幫助他 或者他有什麼地方需要幫助 我們都幫助他 也都在各方面去支持他 鼓勵他 讓他覺得被愛、被關心 這樣的時候 當我們吸人 當我們祝福人 又吸神的時候 神就會賜給我們 就是用十足的星斗 連搖大岸 上尖下流的 賭藏的懷女 因為我們用什麼 良氣糧給人 神都用什麼 良氣糧給我們 神就會厚厚的祝福我們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主賜給我們一個寬容的心 如果我們想到人的罪 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想一下 我們自己都有很多罪 我們都看到人家有的罪 我們都有的 我們就求主 賜免我們的罪 也都有寬容的心 對人去 願意用柔和的心去引導他 求主幫我們化解人與人的紛爭 不是加憎人與人之間的紛爭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求主叫我們 善人從我們心裡所傳的善 發出善內 就是心裡面充滿良善 充滿祝福人的心 關心人的心 幫助人的心 而不是充滿批判 不是充滿一些負面的說話 負面的意念 求主幫我們興省 也都看到我們這麼多恩典神 給我們這麼多恩典神聖 這麼多罪 我們就感激神 歡喜快樂 就樂意去祝福別人了 多謝天父 你給我們 祝福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